這個賴清德在選總統的路上 其實要面臨很大的考驗 包括中國各方面的滲透 甚至是認知作戰 其實這個壓力是蠻大的 中國從經濟牌 甚至是恐嚇牌 武力戰爭牌 這個三牌全出 來看看這一則最新報導 我們盡全力來維護 我們跟巴拉圭之間的這個邦交關係 備詢台上外交部長吳釗燮強調 會盡全力維護和巴拉圭的邦交關係 雖然臺巴情誼可能出現變數 但另一頭瓜地馬拉仍展現 堅定挺開立場 立法院議場前排起紅龍 因為瓜地馬拉總統賈麥黛 這個週末就會來到台灣 還會在立法院公開演說 但中國又氣得跳腳 奉勸賈馬他政府 不要助紂為虐 為謀一己之私 違背國際大事 和威地馬拉人民的心聲 對於中國隔空嗆瞎 外交部也對這種不符合 文明社會的無理行徑 表達抗議和譴責 至於中國近期對台祭出 還台軍演和貿易壁壘調查 外界也分析是衝著 剛被民進黨提名的賴清德而來 企圖影響二零二十大選 希望讓他不喜歡的候選人來不要當選 希望他傾向的候選人能夠來當選 透過你的民主制度來改變你 那是他們倆說是最划算的做法 面對中國窮兵獨舞 台灣也持續深化和民主盟友的關係 蔡總統十九號更喊話 希望台美全面簽署FTA 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現在進展都非常的順利 這邊是希望說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很快速的動能夠把它給完成 能夠具體推動的話 對於未來我們跟美方來討論 全面的FTA 那這個是會有很大的動能上面的幫助 中國對台文攻武嚇不斷加劇 不只對於兩岸和平毫無幫助 反而更強化民主盟友聽台力道 好我們來看上一次參議員 總統選舉的時候拿到很高的票數 有人說是這個芒果乾發酵 有人說是這個送中的過程裡面 香港的過程呢 讓這個很多的選民感到很害怕 這一會兒在這一次的議題上 當中有沒有可能繼續打這樣的一個牌 其實賴正寅這邊反而壓力是蠻大的 中國用各種更細緻 因為中國一直在進化當中 習近平繼續當皇帝之後呢 他們就是想要讓台灣靠近中國近一點 所以呢很多的手段介入選舉 那麼賴正寅說要直球對決兩岸論述 同時要加強處理講訊息 那麼中國給的不僅是午後 還包括經濟的脅迫 明年選舉1月13號 中共刻意挑民進黨提名 賴清德參選總統的同一天 宣布對臺貿易壁壘調查 那麼貿易壁壘調查 如果在WTO的架構下 包括連郭台銘都覺得這是好事的 但是這個調查呢 從賴清德宣布參選 一直到調查延長到明年的1月12號 期限又壓在了總統大選前夕 這是不是給臺灣的經濟選民一個警告 選錯人會被中國來進行貿易暴復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面對這樣的一個中國 他的一個貿易的一個打壓 我們臺灣應該是要團結對外 而不是說今天做一個反對黨 然後利用這樣的一個中國本身的一個動作 反而作為是去批評我們政府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對外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必須要呈現我們臺灣團結的一個時候 尤其是今天對中國他本身 不管說在巴拉圭 或說之前的一個斷交的一個事件 他其實都是想要去打用我們自己本身 臺灣在國際的一個生存空間 所以基本上我個人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去努力的爭取 這個國際民主社會 對我們臺灣的一個支持 尤其是民主自由國家 共享民主自由價值的國家 對我們團結的一個支持 就像現在過去這一年多以來 在烏克蘭戰爭裡面 這些西方自由民主國家 對烏克蘭的支持 我相信這個才是嚇阻中國 他不敢對我們臺灣動用武力的 一個重要的關鍵 我相信習近平如果說了解 當他對我們臺灣動用武力 而他會承受類似像現在的一個 俄羅斯所承受一個制裁 我相信他會好好思考 好好去想他到底要不做 這樣的事情 因為畢竟中國他的經濟 跟俄羅斯不一樣 他跟整個世界的經濟的連結 是非常密切的 如果說以現在西方 對俄羅斯的這樣經濟制裁 失之於這個中國身上 這對於整個中國的一個經濟社會 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傷害動盪的 所以陳教授就你的觀察 您現在就是在學校教書 也是跟這個臺灣蠻優秀的年輕人 這樣子互動 您覺得這個氛圍當中 香港送中給他們的一個事件 當然很衝擊很大 所以當初就是把給很多的票支持蔡英文 年輕票幾乎都在蔡英文身上 那麼這一回在烏克蘭的事件之後 再加上中國現在操作的 可能是經濟牌的施壓啦 甚至可能是戰爭牌的施壓 現在年輕人他們的 你所接觸到的年輕人 他們是怎麼看這件事情的 會不會受到影響 反送中對我們臺灣年輕人所謂的感受 當然就是在於說 我們臺灣當然很難說 就在相信香港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施行 然後很難相信北京他的一個承諾 承諾很明顯是不可信的 那當然對我們臺灣而言 我們要去爭取我們臺灣民主社會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那是當時的背景 那現在呢 現在當然烏克蘭戰爭 同樣的烏克蘭他當然也去訴諸於這個民主自由 來去爭取希望民主國家對他的一個支持 那當然我們也不容否認這樣子的一個烏克蘭戰爭 的確帶對烏克蘭相當大的一個戰爭的一個傷害 所以讓臺灣內部有一些的一個所謂的反戰人士 利用這樣的一個位戰的心態 來去希望說我們臺灣能夠改變我們對中國的一個政策 但我基本上我個人覺得這基本上 他訴諸於這種位戰的情緒 其實只是在弱化我們臺灣的一個備戰的意志 抗議制 然後訴諸於所謂的疑美論 現在年輕人會想要打仗嗎 呃 延長一年兵役會不會就跳腳了 我個人覺得 到底你所接觸到年輕人是怎麼樣 我個人覺得啦 我相信只要說讓年輕人明白了解 和平應該是要如何去得到一個確保 現在年輕人有這個體會嗎 這個需要去說服 所以還沒有 需要說服 因為畢竟我們不能否認 大家都不想戰爭 但是如何能夠避免戰爭 那個途徑當然需要大家 需要我們的領導者要去做一個說服 那我相信這個說服是可以去努力的 嗯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論文台在這個紐約時報 這個刊登了一篇文章 他說北京還沒有開槍 但是已經給台灣社會帶來了裂痕了 這是在這個紐約時報的一個論壇 說In Taiwan, Friends are starting to turn against each other 台灣就是說在台灣朋友們之間已經互相有個裂痕了 這個文章當中做了一個結論 他鋪陳 他就像他大江大海的那個寫作格局嘛 鋪陳了很多平民的故事啊 漁民啊 農民啊 怎麼過日子的 結論他說跟中國和解可能比戰爭更可取 他的結論是說投給國民黨 比較有機會跟中國和解 這個時期我不知道你的觀察裡面 這一篇會不會引發什麼樣的效應 他這篇文章胡說八道啦 也就是說他其實就是在幫國民黨拉票 因為他說這個中國沒有開槍 中國已經開很多槍 是你自己選擇假裝沒看到 那個才是問題所在 然後他的ending還寫說投給國民黨才會比較和平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對他還故意用一個問句 你說呢這樣 所以擺明了就是幫國民黨拉票 對擺明了就是在幫國民黨拉票 然後還要用漂亮的文字堆砌一種文學的文青的這種寫法 我個人是覺得蠻不以為然 超噁心的 請你睜大眼睛看看中國不斷的在對台灣開槍 各式各樣的槍 不然那幾千項的貿易的這個關稅壁壘 這是什麼 這明明就是開槍啊 你看看世界上面是怎麼樣看待中國這個國家的 可是我看中國時報聯合報導就是說 中國只是沒有要再讓利台灣 就...